新电马公公园特色游戏场以海洋为主题 设置了大船溜滑梯、滑索邮剧等等 14号的上午邀请了幼儿园的小朋友来进行试玩 希望能够收集到各方的意见 让游戏场是更加的完善 现在透过我们的新闻镜头 先带观众朋友一起来看看哪些与众不同的特色邮剧 以海洋为主题 新电马公公园位于篮球场旁文石馆后方的广场空地 规划为小小航海家特色游戏场 经过了近一年的改建设置 12月14号上午邀请了附近幼儿园小朋友体验试玩 亲子可以互动 包括这边有给生长的小朋友的 那生长小朋友或是我们这些小朋友 都希望有家长在旁边陪同 那我也要谢谢我们区公所的用心 因为这个案子是真的花了很长的时间 然后我们跟我们的特工盟姐妹们 妈妈们讨论 那好不容易就是在今年 我们现在开始试玩了 那我们到了12月底 可能也希望我们的民众带着小朋友一起来试玩 幼稚园还有文物国中 还有我们这边北京国小学生 他们都可以来这边玩 只是希望不要吵到这个左右邻居的安宁就好了 然后就是也要注意安全 除了有船型的组合式溜滑梯邮具外 这两座大型滑锁可以说是最大特色 可供孩子们挑战 抱紧了绳索 快速滑溜 相当刺激 而另一个座椅是滑轨共融邮具 则可以提供生长孩子或较为年幼的孩童游玩 在父母的陪同下一样能够享受溜滑的欢乐 新店区区区长朱思荣表示 这次不仅规划了特色邮具 公园周边的相关设施也进行了改善 包括扶手啊或者是 因为我们地下室是汽车停车场 那有一些逃生孔的周边 在一楼的逃生孔周边 我们会增加一些防护的措施 那这个马公公园这里呢 除了儿童的特色邮具厂 其实也兼顾了银法族的体建区 那也顺平了 其实也改善了原来马公公园 积水还有比较阴暗的地方 让它变成比较明亮的广场 新北市议员陈宇军指出 或许会有民众质疑公园内的邮具数量太少 但由于目前邮具规范严格 必须以安全为第一考量 如果空间足够会再尽力的争取 或许有人觉得说 你现在只放这几个大型邮具 一个 两个 三个 四个 就没有了 他们说你要不要放一些荡鞦韆 如果有空间 我们当然是很乐见 但是要记住就是 我们保持安全距离 小朋友开心的在游戏场中跑跳 在大船溜滑梯当中开心游玩 虽然两座大型滑索邮具 所需要的空间较大 但对于孩子来说 有特色 有挑战性的邮具 才能够激发他们在游戏中的学习 新店区公所表示 经过试完之后 会搜集各方意见 再进行改善加强 而游戏场旁也规划了体建设施 就是希望将公园打造成 全林市的特色公园 预计12月底会全面开放 让大小朋友都能够来到这个公园 开心玩乐 记者杨邦友张芳琪 新店采访报道